世间法确实是从第六意识里生出来的 言语文章都是的 都从第六意识 唯独佛法不用心意识 是他妙不可言 他完全从自信流露 佛法深奥就在此地 简单也在此地 如果不是六族会能大使给我们做事业 我们很难相信 天下哪有这种事情 那会能大使真跟我们做实验了 真有这回事情 他真的不认识自己 没念过书啊 他就一开悟全痛了 不但佛门经典去问他 念给他听 他讲给你些 能把你讲得可恶了 不但佛法 世出世间 一切法没有一样不同 为什么 因为一切法不理自信 你只要明心见心 一切法自然就通了 你不念着无量手机也能通 一句佛号就能通 这一句佛号念到离异性不乱的时候就通了 禁宗的术语叫离异性不乱 就是离异宗的大彻大物明心见心 离宗用参救的方法 禁宗用读经或是念佛 读经 读无量寿经 读观无量寿经 或者读阿弥陀经都可以 选一种 你天天读它 一天读少个小时 一遍一遍地读 开头读的时候 要大声读 读出声音来 我说你有精神 你不会念错误 命要念力 读经 读经是修行 绝不想经里头的意思 用读经的方法修定 我一面读 一面想它意思 全破坏了 所以这个要想的 用读经这个方法来修定 心里头 没有杂念 没有妄想 无量寿经比较长 初学的时候念 大概念一步的时候 要两个小时 念到半年 大概差不多一步半个小时 你念熟了 念得很熟的时候 念一步大概四十分钟 会入定 入定 还要这样修 一门深入 尝试寻修 还用这个方法 我用读经就用这个方法 我用念佛 就用念佛的方法 不要改 一直到大车大悟 所以 金刚经常讲得好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也就是说 哪一个法门 都能帮助你 大车大悟 明显现行 所以它是平等 我读别的经语 读哪个经都行 念一二三四五都行 就是要专一 就是不能别 静宗为什么读静宗的经典相应 与我们修的方法门相应 别的经典 一定也能达到 都可以达到 大车大悟 明显现行 但是不如 跟阿弥陀佛 本院相应 这个好啊